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加坡之音 新加坡有媒体根据最新出炉的上市公司年报 统计出新加坡2022年薪酬最高的10名打工皇帝 星展集团总裁高博德连续两年蝉联本地打工皇帝榜首 他去年领取1538万元酬劳 他的固定薪金去年增加25%至150万元 是五年来首次增加 排名第二的是大华银行总裁黄一宗 他去年的总薪酬为1424万元 排名比前一年上升一位 丰益国际主席兼总裁郭孔锋排名第三 总薪酬1325万元 远续两年跌出榜的城市发展执行主席郭令明重新入榜 他的总薪酬增长178%至778万元 涨幅为实名总裁中最大的 由于资产在循环取得丰厚盈利 城市发展去年净利达到12亿8530万元 创下集团成立以来的最高纪录 除了凯德投资首席执行官李志勤 其余总裁薪酬皆取得增长 李志勤去年的薪酬下跌14%至601万元 财政年于12月和9月截止的 海指城粪股公司当中 杨子江传业首席执行官任乐天的薪酬最低 任乐天自八年前接任以来 每年薪酬都不超过10万元 企业治理专家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教授麦润田解释说 中国企业一般派发的薪酬通常要低得多 任乐天 间接持有杨子江传业大约1亿6580万股普通股 按杨子江传业星期三币市价1.2元计算 这些股票总值近2亿元 以上财年每股五分年中股息计算 这些持股所得股息为829万元 根据海指城粪股公司年报 整理出各家企业涨多人薪酬 除了财年在9月底结束的泰国酿酒 榜上只包括财年于去年12月底结束的公司 新电信和新加坡航空的财年都在3月结束 最新年报尚未出炉 所以不进入榜单 榜上的10名掌舵人当中 5人是非一般的打工皇帝 黄一宗是大华银行第三代接班人 郭孔锋和王玉强是公司的创办人 民国泰则是家族企业接班人 郭立民掌管的城市发展是郭氏家族的企业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年薪是220万新币 虽然在世界各国领导人中工资已经很高了 不过和打工皇帝们相比还是逊色不少 打工皇帝高博德的薪酬是李显龙的7倍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新加坡之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